这是首度由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四个北台城市攜手合作 前往韩国进行观光宣导 以Next Travel for City为行销主题 用桃台新机打造北台的旅游品牌 韩文谐音为神奇的地方 成功吸引了上百位韩国组团社业者 及媒体到场参与报道 这次由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姜亭梅局长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王秋冬局长 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杨宗明局长 及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周博英局长 率领四个城市近百位的观光旅游业者 组成最强的行销团前进韩国 并透过旅游推介会及媒体见面会 来宣传北台湾的观光行程 这次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这次基贝贝桃是首次第一次 破界破城市跨域的联合推动 我们北台湾的旅游 希望透过这次的一个推广 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基隆 那这一次呢 我们基隆呢 在这次一个旅展 在这个国际旅展上面呢 我们希望推出我们的伴手礼 以及我们的一个旅游观光 那当然基隆还有一个最棒 我们会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会开始推我们的 无形文化资产全台湾 列车第一名的中原祭 希望透过中原祭可以带领 大家来到这边 好吃好玩 以及观赏我们的祭祀活动 我们基隆有全台湾 独一无二的祭祀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最美的基隆宇 还有我们的和平岛 以及我们很多的伴手礼 那基隆的伴手礼最好吃的 有我们的帝王叔 还有我们的马告咖啡 还有我们的奇幼酒等等 都希望今天所有的旅客来到基隆 都可以带走一份礼物 也希望明年每一年大家都可以来基隆 带走一份平安 推广活动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希望透过一个综合的力量 展现台湾迷人的文化观光特质 尤其基隆是北台最重要的国际港督 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历史 还有相当多元的美食文化 非常开心 因为这一次很高兴 可以代表基隆来到韩国 告诉所有的韩国好朋友们 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棒的 国际旅游海港城市 我们有海洋文化 有400年的历史文化 还有我们有充沛的 我们的夜市以及我们的小吃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的推广 让大家看到基隆 走入基隆感受基隆 我觉得这一次感觉是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突破跨界 然后可以让大家感受 我们北台湾四个城市的一个力量 我们希望透过联合的力量 能够让大家一系列 从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 然后一起透过五天四夜也好 四天三夜也好 可以慢慢感受我们这样 台湾的一个温暖 以及台湾的一个美丽城市 这次透过基北北淘综合的力量 展现北台湾各具特色的观光亮点 也让韩国重新看见 基隆的深厚海洋文化魅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这次透过基隆 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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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